昨天終於下雪了 好漂亮、好舒服 不過雪不是很厚 這樣的雪是最好的 又容易走 又沒那麼容易畫到 因為有冰的雪是很危險的 今天沒有風 好舒服、好舒服 零下七度舒服得不得了 對面那種大廈已經起到15樓了 加拿大的速度也算是快的 你看加拿大那些眼 這個鴨、鵝 現在他們都不南飛了 因為這裡有得吃 到處都可以見到的 很有趣的那時候 你開車或者走路 看到那些鴨拖著 一堆很小的小小的小鴨 那一晚很過癮的 Hey 大家好 我是Peter 現在我在Eastlington Subway Station 那裡 剛剛買了一杯咖啡 跟著等Subway下去 Downtown Toronto 有時候拍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對了 就是Eastlington Subway Station 以前是一個大站來的 你有沒有看到 這麼古老很噁心 因為有七八十年歷史的了 現在呢 我就坐在 多倫多的 Eastlington Subway 我們叫做 Streetcar 我們去 College 買一些東西 然後呢 轉進去那個 台灣街 我想買一些零食 哈哈 辦好事了 現在呢 就來了台灣街 我想買一些零食 剛才都說了 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一點都沒有風 所以不冷 唯一就是天色比較暗 不過OK 好了 現在來了這個 China Town的漫華中心 在它第一層 就是 Ground Four 就有一間很小的 買一些零食的東西 幫助我很多次了 今天再來買一些葡萄餅 吃 現在來了買 嗯 那它那個 齋 燒鵝 新貨到了 嘗了 很軟很軟 因為家人要我幫它買 上次買給它吃 很漂亮 那我再買其他東西 你喜歡不喜歡吃零食 我想大部分香港人都喜歡吃零食 從小到大都喜歡吃零食 從小到大都喜歡吃零食 沒辦法 那家人叫我買了 幫他買了很多 他要試一下 那又幫他買了 那又幫他買了 今天呢 試一下這個 跟著他買了多少包 哇 很多很多 買了差不多五十元零食 好 那現在回去 吃零食 吃零食 好了 這裡呢 就是Dundas Street West 和Spedina Avenue 那個交界住 就是台南街最旺的地方 你看看了 這裡呢 就是Eating Center的角落頭 Yang and Dundas Street 那裡 最旺的角落頭 就是在最近十年起的大廈 那在另外一個角度拍給大家看看吧 如果你們很久沒有回來 多倫多 還沒來過Yang and Dundas Street 就讓你們看看吧 還記不記得 對面這裡就是Eating Center 那這裡的路牌就是Yang Dang Town 大家好 我現在已經來了這個購物館 應該是一個 commercial mixed with shopping的地方 下面這個 Sweet Court那裡 買一杯咖啡喝 因為呢 今天都辦了很多事 不夠睡 要提一下神 所以現在這麼晚喝 這麼晚都不用睡 不過我本來 一向都是不用睡的人 我每晚都要起碼四五點才睡覺 那喝了一杯咖啡 然後慢慢慢慢在這裡消磨 慢慢的長夜 其實呢 不是慢慢的長夜 一會兒就過了很多個小時 你看看 今天呢 雖然比較晚了 也有整 差不多六十幾個Percent 滿了座 這裡 那樣呢 我這邊就比較少些 但那邊呢 那邊比較多些 好 拍攝點我買了什麼的 零食呢 就是這個齋燒鵝 剛剛新鮮到貨 老闆給我吃一粒 因為我一定要試過很多地方 硬滑滑的 非常之軟 我上次買過幾次 是OK 不過他迫著我 一定要我吃一粒 那我聽老闆說 今天呢 就買了另外一隻 我也不知道什麼名字 太多零食都忘記了 以前經常都買來吃 小時候 但現在很久沒試過 那他今天 給了我 那我試一下 OK 很新鮮 很OK 不過因為有核 我現在呢 很喜歡吃沒有核的東西 但比較肉少些 但很好吃的 我買了一些咸乾花生 上次他給我試了 不錯 所以我買了兩袋回家 OK 90%的品質都很好 花生粒很大 只有幾粒 是有些一般之外 其他非常之好 就算我很喜歡吃那一袋 一袋再買 整天裡面有20-30%不好 以前在香港就真的不知道 有人會敏感吃花生 就是知道吃海鮮會敏感 或者吃熱氣的東西會敏感 但後來小時候來了加拿大 發現原來加拿大很多人 對花生很敏感 那孫孫就不知道 以為是很普通的香港 吃完之後會生癢 或者是不舒服 會變成眼紅了的身體 但原來不是的 有很多會死人的 是很厲害的 所以如果你認識朋友 或者是家人 親朋戚友 一定要小心一點 是很認真的 聽說有一個基礎 在外國幾年前 有一個男生 他見到他的女朋友 當然是外國人很熱情 就算見親面 尤其是情形當然是咀嘴 誰不知他咀嘴沒多久 他立即要送醫院 後來救不回來 原來為甚麼 因為他的女朋友 在等他之前 吃了很多花生的東西 他的口腔裡 就留了很多花生的碎 和花生的東西 那他男生 跟他當然是 French Kiss 即是一條舌身的那類 誰不知 就見到那些花生 立即見血封喉 所以要小心一點 不是說笑 我以前都不知道 就以為那些人 是否搞錯 是否刻意找來講 不是的 有些真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抱著 一個了解 理解的心情 不要以為自己是 那些人 就想著 他是不是 說一下 諸多作怪 我不是的 有些真的 很多人死了 你所說 所以你去到加拿大 很多餐廳都寫明 我這裏 雖然盡量沒有花生 但我不保證 會接觸到有花生 所以有些什麼意外貴 客自理 這一袋是我自己買的 份量大一點 因為我喜歡吃多一點 我家人吃得很少 不像我那樣的 哎呀 他吃零食有節制的 大家幫他買 我家裏有一個家人 就說他喜歡吃這個甘草腩 誰不知那間店裏 我家裏有五種甘草腩 我都不知哪一隻 我打電話問他 他說我愛甘草腩 磨黃的 應該是這隻 我問老闆 老闆說這隻是正宗甘草腩 但是帶核的 我幫他買這些 看是否合適 下次再買 老闆很好人 他說另外一隻是甘草的 不過是沒有核的 叫我拿回去 給家人試一下 不要 我說你給我一顆 我給他試一下 只有他一個吃 因為其他人不吃 他都給了這麼多 我說你計我錢 他也不肯計我錢 哎呀 唯有接受他 他說不是很多錢 我就拿回家裏 給我家人吃 看他喜歡吃有核的 還是沒有核的 如果他說喜歡有核的 那隻 下次再幫他買有核 下次再去改買這個 有可能兩樣都會買來試試 就是調換口味 你喜不喜歡吃 甜甜酸酸鹹鹹酸酸的東西 有時候我都很喜歡吃 哎呀 看起來 口水都出來了 真是好 沒聽到大肚子 有了 現在都坐了一會 人開始比較少了 因為比較晚 這裡商場有三個 所以其實挺大 很多朋友會說 你經常去馬坑、Scarbo、Unifield 很多購買零食店 是的 我去過很多間 有兩間 他去那個齋燒味不錯 齋燒我做得不錯 一間特別好的 在朗河房 樓上的香港人開的 小小間 他包裝在真空或者香港 直接運過來 所以裡面一粒都很軟很暖 十五元一包 不錯 我如果下次經過我去買 另外有一間 都可以的 不是說全部淋得好像那間 那麼軟 和我今天來買這間 那麼軟 但都可以 不會吃到你XYZ 那間是在新旺角廣場裏 另外一間是在太古 太古有四、五間 有一間是在樓下 我平時買去 但是那間是一時好 一時一般 一時一半 一陋 一時不是軟 所以我好久都沒有搬 然後樓上太古商場 就是以前那個 一一上樓上 有一間韓國的小盒店 後來撿了 現在做了很大很大間 專門買的零食 很大很大很漂亮 那次我特地去買 但是我一拿起手 都是硬的 這麼大間 所以我都沒有買到 又下來多倫多 當然 現在那間 那間很好的 每次去買都給我 雖然很軟 但是我一定要吃一粒半粒 確保我自己來滿意 多好 做生意知道 還有我發覺 雖然店舖很小 好像沒什麼人 但是那些貨物很爽 是新鮮的 我買過 難怪現在有八種零食 不錯的 很新鮮 就好像老闆自己所說 吃得出的 客人一定吃得出的 你不能騙人 客人喜歡吃的東西 他當然知道好吃 為什麼好吃 一定是新鮮 做得好味道 不會過咸過淡過甜 你不能騙人的 你一吃到口 不要說吃下去 問一問都知道 看見樣子都知道 但是現在很難說 看見樣子 因為很多化學的 顏色做得好似很新鮮 要吃一吃才知道 來過這麼多次 發覺都是家鄉雞的生意 最多人買的 這個food court 只有1、2、3、4 大約5、6間 food booth 不是很多choice 說不定 變得每個人都去過家鄉雞樓買 或是旁邊的中東買的 後面的session 有一間是大陸人開的 他很旺很旺 我每次見到很多大陸的少男少女 光顧 老闆娘很懂得做生意 看見每個人都像子女一樣 不過話說話 不要吃這麼多零食對身體不太好 因為始終醃的食物 食多是非常不好的 尤其這次世界衛生組織都說 咸、酸、辣、甜、醃的食物 醃的食物 醬出來的食物 都是非常不好的 當然 當然 在泰谷有很多間零食店 他們有一兩間 我很喜歡吃的魷魚絲 有很多種類 他們的種類多於樓下 這間Canada Town 多到不得了 我每次去都會買來吃 如果我不去 例如我家人去 我都叫他幫我買來吃 其他卷卷卷卷很多種 很多種 嘩 但是 那些 受不了 因為我一開了那一包 我一定要吃完 我不可以好像有些人很聰明 可以說 留些些下次吃 知而詳略 我不行 有小也是這樣 死不死 人家不知道 以為一輩子未吃過 不是 是因為我太喜歡吃 大家如果不相信我 好似我自己買這一份 除了那個梅珠愛 我今晚想起碼到凌晨四五點鐘才睡 我跟你說 以我現在年紀青春不再 又要看著三高 我今晚可以告訴你 那個齋燒鵝 我一定是會全部清掉 那包花生 起碼清了百分之七十 事實是這樣 你信不信 但千萬不要學我 對身體非常不好 因為我就是什麼 以老賣老 人家說三歲還是八十 真的很適合 從小都喜歡吃 改不了 真是好像我說 花生 我喜歡吃那些 是停不了口 一定要吃很多 我記得我小時候 衣工人跟我說 三少爺不好吃 對身體不好吃 太太和先生知道 不要罵 不過我那時候很活該 太太和先生 他們現在不在家 什麼招養吃 你是不是怕死 還有一個好處是 我爸爸媽媽 我小時候 他們在台灣也有開工廠 有漁船 兩邊要守 香港有工廠 所以一個月 起碼不見他們三個禮拜 等時四個禮拜 都不知道多開心 其他的小孩 當然很喜歡 我爸爸媽媽媽 但我是很奇怪 我是不喜歡我爸爸媽媽回來 為什麼 一個原因是 我的性格 從小到大都很獨立 好像是北方人 另外 回到來 我爸爸媽媽媽 一直管著我 好像我爸爸 抓住我非法 我最討人抓我非法 那個年代 是很稀頭四 稀皮士 我爸爸回來 一定有時候 我剪了六軍裝 平頭裝 怎麼搞錯 我以上都悲 我一個人是這樣的 很不想我爸爸回來香港 我老媽媽媽回來 又要看我們的成績表 又要訓話 又要看我們有沒有行叉搭錯 所以很不喜歡 很不喜歡 不代表不孝順 代表我們是很獨立的一個男一個人 大家一定會害怕 嘩 你這樣吃法這麼沒有絕製 真是會傷身 但有一點很奇怪 每個人身體 我吃到這麼多下 我身體告訴他們 不吃了 不喜歡吃了 吃夠了 就像我的狗一樣 你餵牠吃的東西 很乖 牠真的喜歡吃 吃吃吃吃吃 牠就不會吃 看一看 或者說牠不吃 牠夠了 我都是這樣的 但是很小的時候 雖然買很多回來吃 但吃吃吃吃到某一個階段 我身體會告訴你 夠了 不要吃了 我就自己不會吃 所以八視八靈 所以不會說吃到病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零食 有否像我那樣零食狂 零食都是一種生意 你看看我那樣 不是直接我很多朋友 我認識很多人都是一樣 有些人比我更狼 比我更狼 吃起來 沒有辦法 真是 如果你們有什麼零食 覺得很好吃的 新款 即是你試過 記者告訴我 我去試一下 因為現在外面的零食 多度 都麻麻的 香港那些多度 我很多很多都沒試過 因為我覺得很古怪 吃開哪幾種 就輸沒吃過哪幾種 希望 為了不要流失了 那麼好 那麼好吃的東西 如果你們試過 記者留意告訴我 或者讓我告訴其他網友 不要錯過 這幾次 做什麼 吃東西 是食而可止 禍從口入病 從口出 雖然你覺得 我這傢伙 好像亂來吃零食 但其實我是一個很有絕製的人 好像我所說 直到某個階段 我身體和自己會 潛意識告訴他 夠了 不能再吃了 很白事白靈 好 希望你今天喜歡這個視頻 希望你給個讚 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可以的話 記得訂閱我 訂閱是不用花錢的 另外如果你想鼓勵我 可以做多些 你記得留言給點讚 還有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到影片內 和留言 給點讚 多 像我們這些 就很少很少 尤其是 我的影片 不是像其他 那些 那些 一百萬幾十萬 所以 就是 怎麼說 賺回一杯咖啡錢 那樣 那樣 如果你們 看多些 其實看多些廣告 你不喜歡 就去廁所 開著 同一日片段 看多些 或者去我其他目錄 那些 那些 就會盡量 公開 當作生意 如果沒有人看 都不會公開 隨你們自己喜歡 不要緊 只是這樣說 下次見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而易 拜拜